今次介紹的這塊超級電容 即是坊間所說的水塘 電容容量有 100 發拉 接駁車內的小電使用 屬輔助性產品 汽油車、柴油車及混能車 用鋰電或懸酸電池都適用 還未駁電時,駁電是 5.4 電 駁電後大幅降至 2.27 幫助停車適時時減低抖動 增強點火功能、滑行距離甚至油耗都會變得更好 想試駕的話,現在有團購優惠 原價是 1,500 元 現在團購價 100 名買家,1,200 元便能買到 但不連安裝 聯絡電話,大家會在 description 找到 我們看完皇家商品目的 Today 後 我們身後一部就厲害了 就是日本的暴走族貨車 在香港也有的 在香港也有很多人吧 跟班人說不定 北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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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步走貨車其實是自 70 年代 一部以改裝貨車為主題的電影推出後 就開始掀起一股貨車改裝潮 日本人稱它為 Decodora 強調據高星改造的移動成本 2017 年時,著名是 Todd Anthony 更加去日本拍攝了一輯照片 在香港,我們便有這輛 大家看到這輛車最吸引的眼球 當然是閃亮亮的燈 尤其是車頂的燈箱 車頂的燈箱是車主在日本買回來的 這是一大精髓 而車身的閃亮亮亮亮的燈 亦是車主慢慢將這輛車頂修時加上去的 所有燈都會用打瀾河供電 車主說打瀾河供電也有點擔心供電不夠穩定 所以下一輛便會研究供電系統 希望令打瀾河的負擔沒那麼重 令供電更加穩定、更加美麗 這輛車有一個很大的重點是車主很喜歡的 來,大家過來看看 就是油缸和車軸 其實它都油過的 噴了一些閃粉上去 所以大家在畫面上應該會看到 一些金光閃閃的閃粉 車主用了很多心機去噴上去 做燈前繞著它 點綴一下,令到氣氛更加好 這便可以反映到車主花了很多心機 一絲不咎去做 另一個重點當然是它的內籠 車主是千兵萬俗叫我一定 會為大家介紹一下它的內籠 哇,是不是很漂亮呢? 整個籠都非常漂亮 這眼睛就是日本的水晶燈 這輛車主很喜歡 因為整個車廂都是一手一腳自己改裝、設計、做出來的 大家可以看到整部車的皮革、絨皮革 都是它將原本這輛車的所有色件拆出來 噴過再絨過 車頂也是一樣的 它將本身的車頂拆出來 之後就用木去打一個假天花出來 再拉一層一層的泳面上去 大家可以看到副駕也是一樣的 副駕駕駛了,變成很平整的平台 亦都拉了塑膠上去 所以看上去有一種很乾淨、很平整的感覺 很有心思的 因為我和車主談論時,車主很強調 因為它喜歡這個步走軸的感覺 它亦很喜歡車 它亦希望這輛車可以反映到自己的個性 所以它設計時加了自己的心思 這是很重視的 看完這個,還嚇死你 這個櫃子內全都放了車主在日本買回來的小擺設 車主說,一直未有時間調整它 所以亂了一點,叫大家不要介意 這輛車用了四年時間去打造異性 因為一開始車主用了一年半的時間 令這輛車重新變得英俊一點 因為之前都很慘 另一個重點就是車身這塊這麼英俊的設計拉花 很有日式的傳統風味 亦是車主一位朋友由零開始設計 由設計到連上都經濟了一個24小時的工序 都非常馬拉松式的漫長 大家看到整個設計都很有日本風味 首先富士山,然後穿了和服的日本女士 大家看到一眼就知道,很吸精 因為不僅是閃燈,而且設計亦很英俊 很容易令到很多朋友都會注重欣賞 所以這輛車經常都說是很吸精 車身旁邊之外,車尾都有東西看 車尾有一個雙撲手 寫著陶太郎和陶次郎 其實我不知為何,但也挺英俊的 四周都有很多日本日式的貼紙 車主都在日本收落後再貼上去 這輛有貼紙,裏面同樣貼上很多貼紙 而且很多都是與日本貨車相關的 可想而知,車主是一個挺重度的日本暴走貨車米 雖然現在這輛貨車已經非常暴走族的風格 車主告訴我,它一直都在追求最終極的版本 所以兩、三個月後,它會幫它做一次大變身 做一個2.0 的版本 它說做完之後會再叫我回來再拍一拍新的版本 看了兩輛車,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夠厚 不過如果你還有甚麼車想看 不妨在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